好这个极端气候呢 强降雨的冲击 玉璃镇大雨以及酸干两条的驱排排水不良 造成区域农田淹水灾情 而县政府有鉴于此 特别向经济部水隶属 争取了获得支局来整治 那么在下午是邀请了地主农民 以及相关的机关 召开了治理用地的工程说明会 不过呢部分农民认为 修固卵西的河床高过体内的农地 那么治理驱排只是治标无法治本 对于这项工程计划是不看好 甚至是出现了反对的声浪 不论是台九线旁大雨驱排水慢道路 还是酸干驱排浓水路淹水 造成农地水道严重灾损 县政府高度重视 向经济部水利署争取获得 4500多万元经费协助治理改善 水利科简报说明 拓宽现有大雨驱排 另外酸干驱排和修固卵西交接口 设置水闸门防止吸水倒灌 先议员钟树正正代表吴新闻有意见 那在这种情形下 你做了这个杂品之后 没有用性缺点杂品作用 它水就完全不在里面 这是我们致命的地方 光光你的修固卵西目前为止 如果你要设计这个工程的话 请你先输去嘛 你设计才会设计到 我们以后就会有机选现象 你看大雨过去 我们已经几次的淹水淹几次 就是你以前没有输去嘛 我拜托你这个设计甚至能够再延期 然后把数据的部分先放在前面 现在补水利科指出 公路局因应大雨驱排的顺畅 预先在台九线拓宽时 夹宽加深过水相寒一粒排水 但是农民与地主 除了是认为修固卵西壳床 高固于体内农地 再者设置水闸门 恐怕造成驱排无法有效排水 而造成严重的淹水灾害 认为这里计划没有必要 永远业绩也高 不过你水门也帮我设计这样 当时的一继续下 连续下五天豪雨 我们觉得要怎么办 是一直到灌的 是不是能加装 是能设计抽水站 要不然你像说 连续五天豪雨 然后星期一天 第三天豪雨的时候 就整个大雨都灭掉了 而是说有时候 刚刚我们留的灌带锅 它会放出来 因为水锅墙高 田低它就会倒霉 啊事实上 这边的水 台风天三天就没有水了 水都整个降下来 这个跟农田没有什么云墙 也跟部落也没有什么云墙 所以说这一段 我们的地址说 有改定说可不可以不要做 对我们也这样子不要做 好 因为好几个地址都可能收缩在这里 因为那一代我管理的比较多 所以说台湾是可以的好 民产也好 因为我们在那里的时间 比你们来查看的时间还要多 与会的县议员林玉芬 詹金副以及部分农民 有鉴于经费争取不易 因此建议县政府和川局或者农水署等单位能协调合作 专管旗下的来治理大雨酸干驱排以及农水路的排水问题 而县政府水利科则进一步表示 这只是整治的第一步 后续还有二三期工程计划来推动 而至于今天说明会中 各方意见与建议 也将会会整研议评估 再一报告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